娱乐圈里面的事情和人物关系还真的不是一般的乱扬 曾经一见王宝强妻子马龙出轨 王宝强经纪人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 直到如今还没有彻底解决 这曾经的好男人张丹丰又后院起火 图片来源于网络张丹丰事件 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因为一张游玩乐圆的照片引起大家的不满 后来相继爆出猛料 张丹丰经纪人碧莹穿着睡衣 浴袍出现在张丹丰和妻子面前 甚至碧莹还跟张丹丰同住一间屋子 图片来源于网络看来经纪人真的需要慎重选择 如今张志林和袁永一两个人又被网友点名 和王宝强和张丹丰类似 还是明星跟同事之间的那点事情 一次袁永一和张丹丰两个人参加活动 时报出了张志林跟另外一名女子亲密合照 图片来源于网络这个女子并不是张志林的妻子 而且张志林的女同事 这名女同事来世汹涌 气场很大 直接把袁永一给挤到了一边 直接跟张丹丰两个人亲密的拍起了合照 不知道这一次张志林更不会经受得住诱惑 希望坚持底线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